山西挖出味岩墓 专家开启墓道后 只见三个石人立在棺果前 马带洋溢诸葛亮 全都成贵卧庄 其中出土了一尊石碑 道出了真相 原来此三人是在偿还千年前的罪状 那问题来了 身为刘备最器重的将军 魏延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和军师诸葛亮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三国猛将魏延的潜水金生 1973年6月的某天 山西城汉中市北门外发生了一件怪事 几个死马乡的村民在上山浇水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山洞 好奇之下 他们带着手电钻了进去 漆黑中两具石马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和普通的造型不同 这两尊马威风淋漓 上面还雕刻的密密麻麻的文字 由于事关重大 众人急忙将此事报告给了村里 一个小时后考古队抵达了现场 经过勘探专家们发现 这里竟然是三国时期 魏延魏文长的岭墓 望的洞里奇怪的摆设 所有人脑子里都是一团雾水 为了寻找真相 有关人员走行了附近的村子 原来据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说 这座墓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至于洞中的两匹石马 分别代表着马代和洋溢 历史上正是此二贼冤死了魏延 还一灭其三族 害得魏是家破人亡 听完了老者的故事后 考古队连夜启动的抢救性发掘 没想到石门刚一开启 震惊眼球的场面就出现了 观果前竟然还跪着三个雕像 其中一人戎装打扮 常然阔眼 腰间配着一柄宝剑 中间那位书生模样 头戴官帽 手中握着雨扇 眉眼清秀 最右侧则肥头大耳一身 凌鲁山 无独有偶 三具雕像全都成贵状 因为岁月的侵蚀 长满了斑点 其形态像极了岳飞 目前忏悔的秦桧夫妇 经过一系列比对 左边的正是马代 右侧的则是杨仪 至于中间这位出现了争议 有人说是邓芝 也有人猜测是蒋婉 正当众人吵得不可开交使 后方传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通过对石碑的破译 考古人员发现 中间跪着的正是大名鼎鼎的 蜀汉丞相诸葛亮 那么问题来了 诸葛亮生前一直带魏延不错 怎么会跪在这里呢 还有如此诡异的景象 究竟是谁建造的呢 山西挖出魏延墓 专家开启墓道后 只见三个石人立在棺果前 马代杨毅诸葛亮 全都成贵卧状 为了揭开这背后的真相 研究人员翻阅了大量文献 结果有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这三人是在忏悔罪状 众所周知 作为蜀国不可多得的将才 魏延一直深受刘备器重 早在汉昭列帝入川时 他就已经官拜衙门将军 再后来跟随刘备攻去汉中 摇身一变升为镇远将军 从此独挡一方 功劳仅次于关羽张飞 再后来五虎上将先后离去 蜀汉征伐的大任 挑在了魏延的肩头 自北伐一史 他便追随诸葛亮 担惊截律亲力亲为 打下了赫赫战功 只可惜由于性格孤傲 一直受人排挤 这其中以洋溢为首的文官们 甚至多次从中作梗 构陷魏延 面对士大夫们的刁难 魏延怎肯忍气吞声 有一次 他抽出刀就要活屁的对方 好在诸葛亮从中调节 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渐行十二年第五次北伐中 孔明身患重病 他自知十五多 便开始安排大军后撤 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把断后的重任交给了魏延 可谁料被杨毅搅了个一塌糊涂 诸葛亮刚闭眼 杨毅就抖起了威风 命令这个呵斥那个 魏延可是暴脾气 怎会服指挥 他愤怒道 丞相是没了 但北伐还要继续 怎么能因为一人之死 误了天下大事呢 结果落了个造反的罪名 在乱战中被马带斩杀 据史料记载 当魏延的脑袋被端到杨毅面前时 他居然抬脚践踏 一边踩一边骂道 废物 看你还怎么神气 为了发泄心中怒火 事后他还下令 以灭魏延三族 以断了报仇的可能 只可惜天理昭昭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多年后 杨毅因为嚣张跋扈 引起了朝野不满 最终被蒋婉 费衣等人弹劾 沦为过街老鼠狼狈自杀 明月昭雪修建了陵墓 建造时还特地造了 三个罪魁祸首跪在关前 如果说马带洋溢是咎由自诩 那么诸葛亮又犯了什么错呢 身为魏延的伯乐 竟也落得个常规千年的下场 山西挖出魏延墓 专家开启墓道后 只见三个石人立在棺果前 马带洋溢诸葛亮 全都呈贵服装 由于太过诡异 考古队调来了专业的探测器 通过对石像文理的解读 发现 这的确是千年前匠人的杰作 其中 一具羽扇轮金状的石人 正是赫赫有名的诸葛亮 而他之所以跪在此处 是因为生前曾两字有父为演 公元2008年 为了开仓拓土 刘备打算攻打长沙郡 当时的郡守名叫韩炫 此人凶无大智只会饮酒作乐 其手下魏延黄忠早已积怨已酒 为追随刘备干一番大事业 魏延亲自找到黄忠 劝说其一同开一城投降 可不料被黄忠一口回绝 危急关头 他快刀斩乱马 趁手将不备 提刀砍下了韩璇的脑袋 最终献出了长沙城 其料 还未收到刘备的赏赐 就险些身手易处 原来诸葛亮一心要诛杀魏延 在其看来 能够杀上司投诚的人 早晚都会心生祸心 好在刘备念旗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强行保下了魏延 多年后北伐期间 魏延和诸葛亮又爆发了争吵 原来经过沈氏渡氏 孔明制定了六出骑山的战略谋划 可魏延却觉得 此即过于求稳于腐之急 在会上 他公然提出 愿统帅一支骑兵 长途奔袭 走子五谷抵达产案 最终与大军会师一同讨伐草位 这便是明镇后世的子五谷齐谋 不料遭到了诸葛亮的否定 导致魏延郁郁不得知 再后来 为了制衡双方的关系 诸葛亮又将兵权交给了魏延 这看似聪明高瞻元主 实际上反而给了杨毅攻击的把柄 诸葛亮一死 杨毅就上表朝廷构陷魏延 企图率军谋反 由于长期受摄大夫排挤 再加上刘善的冲耳不闻 最终马带等逮到了机会 亲手斩杀了魏延 事实证明 这是一次公报私仇的虐杀 除了少数士兵外 魏延的亲兵以及家人 全都死在了这场灾祸中 多年后 为了洗刷掉这段丑闻 蒋婉主持了魏延灵的修建工作 当象征着马带洋溢诸葛亮的识人 跪倒在光果前史 这段恩怨情仇 才终于获得了兵士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尽英雄 三国作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经典 正是因为故事中的人有血有肉 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